大家好,我是斯蒂粉 那么我们在上一节课中学习了服务器的编写 服务器的流程 那么在这节课中 我们就来看一看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 我们继续看代码 在我们的代码中 代码说明一切 那么在上一节课中 我们提到了一个东西 就是我在前面定义的client soc.jr.in的这样一个地址 那么它在我的accept的函数中起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就是获取我们客户端的IP地址和端口号 这里我们传进去的 同样是这样一个通用地址结构的指针 然后我们传 把我们的地址的长度传进去 它就能获取 假如我们不关心客户端的IP地址和端口号 那么这里就可以写文浪 两个都可以写文浪 不关心 那么在我们接收到客户端的请求之后 我们建议了这样一个连接 那么我们的客户端和我们的服务器端 他们的通信 它的数据是怎么发的 它发的网卡上面的数据是什么样呢 通常我们想要发出去的网络数据 都需要经过网卡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经过我们网卡的数据是什么 我们想要弄明白这样一个过程呢 就是TCP 它的发数据的过程是怎样的 那么首先 在发送数据之前 我们延下10 我们延下10 那么当我们连接上了之后 等一会儿 我们通过OneShark 来进行抓包 我们把这些有可能和客户端进行通信的代码都屏蔽掉 当在我们建立连接 和客户端建立连接的时候 我们不能屏蔽掉 我们必须建立连接 这样我们延时10秒钟之后 我们再去抓包 抓我们网卡上的数据 来看看它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么在这里继续延下10 前面这一行代码就是打印我们客户端的IP记者号断个号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编译一下服务器 继续编一下服务器 time server 那么运行 注意我在这里绑定的IP地址是每一个就是我虚拟机里面的所有的网卡 所有的网卡就每一个IP它都可以连接到 不管是127.0.0.1还是我的192.168.1.108都可以连接到 那么我现在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再介绍一个工具就是我们windows下的一个tinet工具 tinet是什么呢 tinet就是我远程访问控制 就是我的远程访问控制 那么我可以通过我的IP地址 那么我可以通过我的IP地址和端口号去访问我的服务器进程 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客户端 一个客户端 那么我们当我们按下N点键的时候 这个tinet它就会和我们的服务器建立年纪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一下 看一下效果 enter 我们的端口号为什么会这样 n2hl 这里有问题 我们的端口号是一个两个字节的数据 所以我们只能用short型的 不能用non型的 不能用non型的 那么再编译一下 注意 这里的代码 这里的代码是延时10秒钟之后 它才会打印出来 其实早就已经连接好了 那么可以通过抓包来看它到底是不是有连接 我们现在是从我的windowsPC端连接到我的虚拟机 虚拟机它相当于一台实际的主机 我们发的是TCP的包吻 TCP 我们监控我们的破的号 1234 那么监控我们的破的号 当我们监控我们破的号的时候 我们按下enter键 看到没有 我们会抓到三个包吻 也就是我们会首先和它去建立链接 我们的客户端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客户端 去和我们的服务器端建立链接 那么此时渐进链接好了之后10秒钟之后 它就会把我们的数据给我们打印出来 然后10秒钟之后再退出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我们的数据是什么 数据是什么 那么怎么看呢 那么这个台内的客户端 它有一个特性 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如果服务器不断开链接 它自己是不会主动断开链接的 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服务器这里 在我们的服务器这里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close 断开这个socket的链接 已经屏蔽掉了 所以呢 它是不会断开的 那么在我们 那么在我们建立链接的时候 我们先看到了 这里抓到了三个包吻 对不对 这里抓到三个包吻 那么后来又发送了一个数据 对不对 后面又发送了一个数据 从我们的可以看到 从我们的108发到我们的102 8 4个8 发到我们这样一个临时的端口 发到我们这样一个临时的端口 临时的端口49478 那么在我们windows上抓到的包的端口号 也是49478 这样一个 那么我们可以点这里date 可以看到这里的数据 THU 新西 新西四 那么它发送到我们这里之后 这是一个数据 那么还有一个报文是什么 还有一个报文是什么 从我们102从我们的客户端 也就是我的这个windows主机的IP地址 发往我的虚拟机的这样一个报文是什么 这里可以看到这里写的有ack 这里写的有ack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TCP中 当发送数据的一方发出去之后 我的客户端 我读取数据的一方 当我读了数据之后 还会给它回复一个确认 这一条在我们的TCP编程中 大家需要理解 涉及到所有的 包括我的超时重传等等机制 都会涉及到这样一个东西 比如说超时重传的话 它给我发了一个数据 我一直没有给它回确认的话 那么它超时之后就会 给我重新发送回来 好的 那么当我们理解的这样一个 就是我发送数据之后 我还会要收到一个确认 那么在我们的应用层 不关心这个细节 这是在我们的内核里面 TCP协议站它处你的事情 它处你的事情 它维护的这样一个绘画 当然了在我们的TCP中 它建立一个链接的意思是什么 建立一个链接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我在两个主机上面 都会维护这样一个绘画 都会维护这样一个绘画 实际上我这边的和你那边的 也就是说我客户和服务器 他们两个唯一知道的 就是我的TCP的IP和端口 其他的不关心 那么在我这台主机 就维护的有这样一个绘画 维护的有这样一个绘画 那么当我读到我的数据之后 当我读到数据之后 我会给对方回一个确认 这一整个过程就完成了 明白了这个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三次握手 那么的三次握手是什么呢 三次握手就是当我的客户端 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之前客户端的 这样一个纽程 当我的客户端Connect之后 它会进入一个阻塞 进入到我们的内核 我们内核会和我们的服务器进行沟通 那么他们沟通完之后 Connect才会返回 我的服务器也会返回 建立一个通信套集字 这个在之前都已经讲过了 那么在我们这里怎么分析呢 在我们的 那么我们重新抓一下包 重新抓一下包 我重新再粘积一下 我再起来 我这里准备好 那么我tine let 看到没有 我们停止 在我们延时之前 在我们代码延时之前 在我们代码延时之前 它accept已经返回 已经返回 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延时 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延时 那么此时 我们抓到的这三个包吻 就是我们建立链接的过程 首先是我们的102 发给我们的108 表示我这个客户 能连接你了 我分配了一个凝视端口 去连你的四个八 四个八 那么 连完之后 同样的 我们先已经理解了 我们发一个报吻出去 它就会给我回 它就会给我回一个报吻 所以我的服务器 就给我回了一个这样一个报吻 带有ACK的这样一个报吻 一个确认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SYN SYN 然后呢 我作为一个客户端 我又给服务器回了一个确认 经过这三步之后 我们发现 我们的客户已经连接上了 那么这三步是什么意思呢 这三步是什么意思 至少我们从现在抓包的这个过程 已经看出来了 我的客户端和服务器 建立链接 需要三步 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导图 三次握手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导图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客户端和服务器 建立链接 它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我的服务器必须阻塞在这里 先启动我的服务器 然后再用我的客户端去连接它 那么在我connect到服务器的时候 发送的第一个报纹是一个S1 表示同步 它有一个序号 J 那么这个序号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又要提到一点 我们的TCP 我们的TCP它在发送每一个报纹的时候 都会带一个序号 为什么要带一个这样一个序号呢 为了保持我们数据的稳定性 举个例子 我要发送的报纹有2048个字节 但实际上 到达我TCP之后 我发现一次发不完 一次发不完 那么我就分两次发 一次发1024个字节 那么 当我把我的数据分组之后 到达对端 那它就可能有个先后顺序 对不对 有可能是我排在后面的数据先到 那么我前面的数据怎么办 它需要有一个处理过程 那么此时这个序号就起作用了 当我发送的数据到达我的另一段之后 另一段会根据这个序号来进行排序 将我的数据重新组装好 送给我的应用层 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当我的服务器Accept 我的服务器的TCP 它收到了这样一个S1分解 表示有客户端的连接我之后 我坚信到了这样一个请求 那么我就会回给我的客户端一个S1 续号为K 那么还会附带上一个ACK分解 那么它的续号就是客户端发给我的这个续号 加1 然后当我的客户端收到了 我客户端的TCP收到了这样一个分解之后 表示你的服务器在 表示你和我已经可以建议链接了 那么此时 那么我收到一个数据 我还得给我的服务器返回一个这样的一个确认 一个ACK 那么它的ACK的续号是什么呢 为了确定是你这个服务器发给我的 那么我就把你发给我的这个S1分解的这个续号K 加上1发给我的服务器 那么这三步之后就表示客户端和服务器已经建立好连接 那么为什么要有确认呢 为什么要有确认 在这里我们需要讲到一个就是超时重传 当我的客户端发送了我的数据到服务器之后 假如我这个服务器不在线呢 那它岂不是一直阻塞在这个connect函数里面 那么通常会有一个机制叫超时 对不对 如果我的服务器没给我回 那么我就会等待多少次 等待多少时间 然后再给它发一个 那么这个时间怎么来确定呢 这个时间叫277 叫做往返时延 那么这个时间怎么计算呢 通常我们的客户端 我们的服务器 我们的协议站会有这样一个算法来进行计算 那么这就是我们TCP建议链接的三次握手 那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抓包 当我们首先是我们的客户端去连接 对不对 去连接的话 它会发送一个S1分解 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TCP协议里面的S1分解 那么在这里呢 有一个Sequence 大家要注意 Sequence 现在Sequence是0 然后呢 这里表明了它是S1分解 在我们的TCP这里面的一个Flag里面表明了我们这个是一个S1分解 这一位唯一 然后呢 然后我的服务器收到了是吧 假如我现在的服务器在线 那么它就会收到这样一个收到这样一个包吻对不对 收到了之后 它立马就会给我回一个S1分解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ACK 对不对 它又有一个新的Sequence 它的ACK就是我们原来收到的这样一个Sequence的值加上1 加上1 那么现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带了回复确认的这样一个分解的包吻 同样的这里还有S1这里的S1表明我们的服务器也给你发了一个同步的信息S1分解 这样呢 当我们的客户端收到之后 我们还会给它回一个ACK分解 那么我们的序号呢 就是就是服务器发给我的这个Sequence的值加上1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三次握手 大家可以再理解啊 可以通过自己抓包 可以通过自己去调试代码 那么调试代码的方法也说了 就是在我们这里稍微延时 那么就可以抓到除去其他报文的结果 就是我们建议三次握手的这样一个过程 大家可以自己画图自己抓 这样呢可能研究的更明白 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关键的一点就是不管是哪一端发送数据之后 对方都要给我回一个确认 这样就更容易理解我们的三次握手 那么呢 我们的四次握手也是一样 不是四次握手啊 是四次挥手 可以叫四次挥手吧 我们的四次挥手 那我们现在呢修改一下代码 前面建议握手的过程和发送数据的过程 我们可以不用管了啊 我们可以不用管了 那么当我们发送完数据之后呢 我们在那延一下10 延10之后再close 再close 这里是我的服务器主动close 那么我们的客户端呢 我先说了它是不会主动close我们的这个套节字的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用服务器 直接close先close 编译一下啊 启动 那么现在来抓包啊 现在来抓包 好的 按下enter键 好数据发完了 那么我们再重启一下啊 重启一下 等待一下 它再给我们发送我们的啊 close字节啊 close字节 那么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包吻是从我们的108发往我们的102啊 也就是说是由服务器端发往我们的客户端的啊 发往我们的客户端 那么紧接着我们的客户端呢 又给我们服务器发送了一个确认 接着我们的客户端啊 102 又给我们的服务器端108发送了一个啊 分字节啊 然后服务器又给我们回了一个ack 那么同样的 这里还是一个发送一个数据 然后再接受一个确认的 对不对 好的 那么它发送的这个fn字节是什么呢 它发送的sfn字节表明我现在close啊 关掉了我这边的套节字 那么呢 你会接收到一个 接收到一个数据啊 大小长度为0的这样一个包吻 你们是什么呢 你们就是我们的应用层啊 我们的应用层会接到啊 会读到数据返回为0 然后呢 当我们的这个服务器发送了之后 它已经单边关闭了我们的套节字啊 已经单边关闭了我们的套节字 然后我的客户端现在就开始关闭我们的套节字了啊 我们的客户端也同样的给他发这样一个fn的这样一个字节表明我客户端也要关闭了 那么当我们的服务器端啊收到了我们的fn这样一个字节之后回给一个确认啊 表示我收到了 那么我这边呢 就已经完成啊 完成完成完成关闭套节字的一个事情啊 事情 那么我刚刚说了啊 当我主动关闭套节字之后啊 对方会收到啊 对方的read他会返回为0啊 也就是读到没有任何数据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由于这个Tilet的客户端我现在不能够对它进行编程啊 所以我们还是用我们虚拟机上的客户端 然后我先我先关闭啊 打开我们的客户端的代码 打开我们客户端的代码 打开我们的客户端代码之后呢 这里其实我已经处理好了 就是在read的时候啊 在read的时候他读到的是0啊 读到的是0 那么呢 当我们读到啊 read为0了之后啊 就close掉 那么我们现在让我们的客户端先close 也就是说当我读到数据之后啊 当我读到数据之后呢 我直接啊 关闭我的这个套节字 然后返回 打印数据返回对不对 那我们的服务器怎么办 我们的服务器 我们的服务器就直接在这里read 直接read 我们再创建一个buff 我们还要创建一个nense 来存储我们的长度啊 我们的长度 初始化为0 然后呢 我的bass要返回 我读是通过我的这个通信套节字呢进行读 然后读到我的这个readbuff里面 我读多少呢 我读100个字节 好的呢 那我们现在判断一下啊 如果啊 bass小于0 那表明我们的这个 读写出错啊 读写出错 读写出错 我打印什么呢 readerror 然后返回一个-1 表明我这个进程出错了 那么如果我读到的数据是0呢 bass等于0 那么表明我的这个client端已经关闭了我的套节字 他已经主动关闭了 他已经主动关闭了 那我就打印 那个client client connection closed 打印这样一个提示符 那么可以return0 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只需要进行这样一个功能 只需要进行这样一个功能 我们来编译一下 运行 那么进入我们的服务 那个客户端的代码 那么编译一下 gcc connect -c -connect 那么我们现在运行 我们现在运行 按下enter键 结束 结束之后 我们这边干什么呢 提示了client connection closed 也就是说 当我的客户端主动关闭之后 那么他收到的数据是什么 收到数据是0 这就 就是这样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四次挥手 也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我们的tcp编程里面 不管是什么 你只要抓住这个 抓住什么呢 我们的tcp发送数据之后 必须要回一个确认 必须要回一个确认 那么在我们的udp编程中就不一样了 这些细节都需要我们自己进行处理 在我们应用程序处理 所以通常我们会用tcp编程 但是有些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tcp 它会造成资源的损耗 如果我只需要发送信息的 我确定要打个电话 是不是会化费升高 对不对 所以这个tcp 它还是有一个占资源的这样一个缺陷 那么我们的udp呢 发出去我就不管了 我不管你怎么玩 所以有时候用udp 有时候用tcp 在实际的项目需求中自己斟酌 那么这几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